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明事件事 今天我们参向测评一款粉丝推荐的东西 叫做热米变色手机套 因为那个粉丝一直想买 哇 但是包装远压得太扁了 所以他希望我测评一下 还好没压坏 这块的压子 这个应该要用那种盒子包装 因为这个太容易压坏了 然后送了一个这个防摔纸关 现在打开来感觉非常一般 黑色的 非常普通的一个手机套 我们把这个手机套给卸下来 这个手机套好像也是去年这个时候买的 用的大概也有一年多了 全部脱漆啊里面 但说实话还是挺给力的 手机都不知道摔了多少次 都没摔坏掉 我们戴上这个黑色的 感觉颜色有点不搭 这个还是要戴了一种透明的 比较好好讲 真的好扯好扯 这个是烙米变色手套 所以就用手放上去 他就会有这个图案 你们先把这个手放上去看一下 难道要好久的时间 这就奇了怪 怎么没有啊 好了我们握久一点 我一开始以为手握上去 他就会有这种反应啊 没有啊 这就奇怪了 没任何反应 我手已经放到那里好多分钟了 没有任何反应啊 我怕是买到一个假的吧 没任何反应 好了我们拿打火机烧一下 热明感应 反正用手握了是没有任何反应 哇 打火机烧的就有 是不是我的手的温度太低了 我又不是冷血动物 不至于啊 有那么烫啊 这就一件奇怪 手根本就感应不了 我刚在网上看了一下 他们用这个热明变色的手套 他们手一放上去 就会变色 而且速度特别快 你挨一下它 它就有这个颜色的反馈 然后我手怎么挨都没有 我手也不冰啊 但是这边用打火机就有 你这样隔着近的 都没有 感觉它反应特别不灵敏啊 你除非靠着特近 它才会变色 靠这么远 按理说它这个温度有那么高 比我手的温度还高 你看 只有一点点反应 当你烧它的话 它就会变色 嗯 我感觉我买到假货了 真的 好 我刚才用水浸泡了一下 现在这个壳子的温度 应该比刚才低好多 我现在再用手摸一下它 没有啊 根本就没有啊 因为我本来是打算买 这个销量比较高的 我看这个销量比较高的 它里面这个反应挺好的 但是因为没有我这款手机的手机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销量特低的 你看别人 你手指按上去就有这个反应 这个销量高的 然后我买的这个销量六笔的 现在还25块钱 手摸的根本没任何反应 而且刚才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其他人用这个的视频 别人手一摸上去就有这个 反馈了 就会变色 我的是硬邦邦的 感觉它们的柴子也更暖 只有火烧 像这样手指靠近这个火的温度有那么高 也没有反应 除非靠着特近才有反应 我看它们的边上也有 我的边上的也没有 我确实是买了假火了 只有用火烧 火烧的温度多高 现在变蓝色了 再慢慢的这个颜色就退了 所以大家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啊 感觉销量多的还是有保障 别人买这个手机的肯定是为了手摸上去 会有这个变色 谁会没事拿着火机去烧啊 好了今天这个热米变色手套就测评到这样 如果大家想看我测评上可以在相片了 好了拜拜